电刺彻底变身电剧恶魔 在地狱里大开杀戒 而马其马则是电剧人的头号粉丝 他希望能支配电剧人 最终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比如死亡战争饥饿 他会借助电剧人的力量 将拥有这些名字的恶魔全部抹杀 暗边文言也是轻声冷笑 你的想法这么高尚 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也可能被电剧杀掉吗 马其马表示完全无所谓 我是电剧人的头号粉丝 如果能死在他的手里 那也算是达成心愿 在马其马和暗边闲聊之际 半空中的房门突然渗出血水 下一秒房门破碎电刺现身 变身后的电刺势不可挡 居然将整座地狱彻底杀穿 而电剧人的下一个猎杀目标 就是向他呼救的支配恶魔马其马 无视暗边的持枪警报 马其马果断捡起武器准备迎战 下一秒电剧人突然破窗而入闪电近身 直接将面前的马其马大卸八块 解决了马其马 电剧人又把目光投向暗边 但他并没有出手攻击 因为电刺曾经答应暗边 如果将来不幸成为敌人 他肯定会放自己的老实意买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求救生 突然从电剧人脑中响起 电剧人瞬间消失离开战场 而在不远处的汉堡店里 正在发生一起霸凌事件 老板为了讨好顾客 让员工在上菜时 必须进行夸张的肢体表演 经过几分钟的表演后 再把汉堡放到客人面前 顾客对此非常不满 认为小红的舞蹈实在太烂 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小红性格腼腆 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突破字 但老板对他仍不猛 你的笑容实在太僵硬了 说话的时候也要更简单些 小红紧张得冷汗直冒 竟是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老板见小红这么笨重 甩手一记耳光狠狠打脸 如果你以后说话还那么啰嗦 就想想这一耳光的疼痛 这时又有一个店员走过来 一边故作亲切的虚伪安慰 一边把贤猪手搭在了小红的肩膀上 小红都快被吓哭了 但他又不敢反抗 只好小声地在心里喊救命 下一秒门铃响起 又有一位客人踏入店门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听到求救赶来的正义巨人 在看到恶魔现身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被彻底吓上 刚才点餐的男人还没来得及跑出店门 就被店巨人瞬间斩首 这只恶魔是在用实际行动警告他们 谁敢逃跑就注定是死路一条 店巨人撕下墙上的海报 他突然想起店次曾经说过 波奇塔我好想吃一次汗毛 不是从垃圾桶捡来的残刺品 而是没有坏掉的正常食物 原来现在主导身体的人是波奇塔 他准备帮店次实现梦想 店巨人并没有继续杀戮 而是乖巧地回到座位 他张着大嘴尸土点灯 但口中只发出店巨的嗡嗡声 在场中人满脸惊恐 谁也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身旁的汉堡人刚要说话 就被店巨人瞬间斩首 眼瞅着店巨人即将暴走 小红突然反应过来 这个家伙是在点餐 他刚才点了汉堡套餐 时间紧过片刻不到 一份汉堡套餐就被送出橱窗 而送餐的任务又落到了小红头上 小红害怕得浑身哆嗦 脚下一个不稳 直接把肉饼菜叶面包皮 全都摔在了店巨人脸上 店巨人疯狂咆哮 可怜的小红被彻底下念 这下可真是玩犊子了